学折制艺术动手又动脑 你好我是折制王子 欢迎收看这个视频 我们来折一款皇冠盒子 我用的正方形纸边长15厘米 首先把两边对折 展开 另外两边对折 展开 四个角折向中心点 然后我们要找到一个边的三等分点 你可以用尺子来测量 也可以跟着我的方法 这样把它卷起来 找到这个边的三等分点 把这些纸层 不断的调节 使这三等纸大小差不多 压出折痕 这是找到三等分点 按照三等分点往里折 转开 另一侧的边 折向刚才的折痕 旋转 旋转一下 把下面的边折向斜线 与指数线的交叉点 压出折痕 压出折痕 展开 另一侧这个边折向刚才的折痕 然后展开 把其中一个边往上折 请不吝点赞 然后 外侧的边往里折 然后翻到背面一下 把两个边对折一下 压一下 这些折痕 展开 另外两个边也对折一下 展开 然后翻回来 我们这样看 把这个中间的部分往里挤压 两侧的部分并到一起 形成这样 四个边都这样压一下 好 都压过之后 接下来把它收到一起 先把下面的边展开 同样的把这条线往里压 左右两侧并到一起 这个纸层折向左侧 形成这样 然后 我们看一下 把这里分开 左右分开 下面自然的把它压好 下面自然的把它压好 形成这样 好 处理下一个 用同样的方法 我再演示一遍 展开 把这个折痕往里挤压 左右两侧再次并到一起 形成这样 然后把这里左右分开 这个小角 这样捏起来 这个小角也捏起来 左右分开 自然的把它调整好 形成这样 还有两个 剩下的都一样 展开 这个指数线往里挤压 并到一起 左右两侧 小角捏出来 下面自然的把它调整好 下面自然的把它调整好 最后一个 纸层展开 把这个线往里挤压 左右冰到一起 左右两个角捏出来 下面自然的把它调整好 最后再调整一下 这样一款 皇冠盒子就完成了 看完视频 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旁边的是其他的 不同风格的折纸盒子 成功 此时 字幕志愿者 杨井莲